体育中心综合报导,勇士仅以116比101击败马次进后在首轮系列赛取得而连胜领先,球星D.格林,Dramond Green于第四写遭叛一及恶意犯规,赛后表示自己毫不在乎,认为吹叛有可能撤销。 此役第四写剩四分多中,勇士明星射手K.汤普森,Klay Thompson转身跳投破网将领先拉开到101比89,D.格林于马次25岁中锋被坦斯Devis Burton在卡位时发生肢体碰撞,D.格林甩起右手手肘打到被坦斯的下巴被坦斯打得后捂住下巴后被队友拉起。 裁判到场边观看影像重播,随后吹叛,D.格林一及恶意犯规,D.格林非常不满,当下情绪激动,在被坦斯走上罚球现实愤怒叫嚣,被坦斯D.发墨镜时,D.格林还大动作呐喊,高举双手庆祝海阳天长笑。赛后记者会被问到恶意犯规,D.格林直接回应, 我不在乎事情怎样就怎样,生活理由比恶意犯规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被锁猴,好像在比综合格斗还是什么的,这个吹叛有被撤销的可能。 2016年总冠军赛第五战地。格林曾因恶意犯规次数达标被竞赛一场。格林遭叛一级恶意犯规相当不满,美联社。